好主观众带您关心 国民党总参选会有遗憾 民众党总统参选柯文哲 今天上午在马英族基金会 进行两个小时谈判之后 会后是达成了六点共识 确定2024的总统大选 就是要蓝白和 不过呢这一份声明一出 让柯粉们非常的不能理解 认为说柯文哲让太多 结果是形同侯柯佩 还说支持了柯文哲好几年 如果出现侯柯佩 只能把全家的票 再回去投给民进党了 有网友留言不懂柯佩 为何要同意如此不公平的协议 甚至料话说 如果最后的结果是侯柯佩 那么他就不会出门投票 甚至会改投绿营 下次请小声镜头一张棚内